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周四澳洲的市场情况 那么昨天呢 澳洲的股市非常不幸 依然是在下跌 而且呢 由于铁矿石创纪录的暴跌了8% 使得呢 澳洲的资源股市惨遭屠杀 幸好是在其他行业的大力推动之下 澳洲股市呢 才没有跌的是太过夸张 最终收盘的时候呢 是以下跌0.3%以告终 那么在中国方面呢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股市上阵指数和深圳方面 轻微下跌0.2%左右 而欧洲方面呢 则有所上涨 最少的上涨了0.2% 多的呢 则上涨1.4% 其中法国的股市呢 更是创出了过去1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那在昨天 美国股市是基本收平 黄金呢 则出现了超过1.5%的暴跌 目前是打破了1230的价格 是继续创出本周的最低价 而石油价格昨天也是以暴跌4.5%收盘 也是达到了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低记录 那接着呢 今天我们热门话题 着重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在现在 近期我们看到的矿产价格暴涨 是带来的呢 这场暴风雪 那我们如何在这个暴风雪中呢 尽量能够温暖自己 我们看到最近几周啊 不论是铁矿石啊 就连石油黄金 甚至于铜 罗文刚这些去年的耀眼明星产品 在过去几周几乎是清一色的出现了大跌 而不仅仅是一天的下跌 是连续几天的大跌 所以说呢 我们知道呢 这些产品都是美元定价 因此美联储对于美国加息的预期 从三次提高到四次 自然而然带动了美元的上涨 所以说 以美元定价产品呢 数字呢 也有所下降 这个定价的数字 那么虽然说美元上涨 对他们有所影响 但是最终影响最大的 或者说呢 产生更大影响的 还是来自于 每一个价格 或每一个产品本身的供给关系 换句话说 供应和需求关系的变化 才使得价格最终是产生了变化 那我们知道呢 这在目前为止 现在全世界在过去几年 从08年到14年左右 全世界为了配合中国呢 出台4万亿 以及之后的一系列的财政自己政策 各大矿产商都已经 这个提高了自己的产量 那么如果按照大家原来预期的一样 中国的需求量是慢慢上涨 那这样的话呢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但是目前呢 我们知道 由于现在中国打压房价 同时呢 是要这个控制污染 使得世界是这个预期啊 或者说换句话说 这个投资者对于中国未来 是否还会继续增加资源进口呢 表示了怀疑 特别是呢 最近刚出台的这个4月份 中国的制造业PMI数值 也就是采购经理人数值 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低记录 那么这个消息呢 或者这个数据 也是让人非常的担心 担心呢 以后中国万一在目前打压房产 或者打压房价的这个政策继续维持之下 是否还会像以前一样进口大量的资源 那么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几个月铁矿石也好 其他资源也好 是轮番大涨 在这种大涨的背景之下 目前你说它是回调也好 说是呢 获利平仓也好 或者说对未来的担忧不确定也罢 各种原因综合起来 铁矿石以及资源价格 在过去的两周 就的的确确是几乎呢 把几乎过去三四个月的涨幅 全部给抹平 所以说现在呢 为什么说之前铁矿石上涨 是因为中国提出要提高 期处设施建设 那现在为什么资源价格又大跌 也是因为中国的未来经济呢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很多的经济 是物理看花 或者是水中望月 谁也不知道下一次这个数据 到底是好是坏 因为有的时候呢 就连一些基本的经济数据 你也不能确定 它是否完全正确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 目前只能看到前方五十米 五十米以外 就是迷雾漫漫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开车 听到前面有刹车声 即便是看不到前面的车 自然而然我们也会踩刹车 我想这个心理呢 就很能够反映出现在国际投资者 一种风声鹤唳 或者呢 时刻准备着一有情况就撤退 这样的一种投机心理 大家都希望呢 价格一路往上 自己能多赚钱 但是一旦有什么风吹炒动 又会呢 立刻割肉平仓 这个铁矿石的暴跌 相信就是这样滚雪球 不断的平仓 不断的引发止损 而导致的连续的下跌 所以说呢 在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不能确定一个事情 比如说 这个看到呢 这个中国明明是要控制房价 但是铁矿石价格却一直上涨 这两者之间产生必然产生的矛盾 肯定有一方是错的 那如何我们能够来确定哪一边是对 哪一边是错呢 我想这个时候谁也不知道 可能只有时间能够证明一切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目前我们知道呢 在华人圈里面有一个 大家有一个观念 就是呢 似乎这个地产和金融啊 是所有行业里面最赚钱 或者说最容易赚钱的 那对于这样的观点呢 我不再评论什么 毕竟嘛 它既然存在就有它的道理 大部分人 从国内到国际上都这么认为 房地产和金融是来钱最快的两个方面 那我想说的是呢 的确在市场好的时候 你买什么房涨什么 买什么股票也涨什么股票 但是不论是地产还是金融 我们说的金融特别是指的是股票 由于他们都是一个单方向的市场 换句话说 只有当市场上涨的时候 这两者才会获利 而当他们下跌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可以说 我们很难有一种措施 能够去避免自己的损失 很大程度上呢 只能靠割肉或者是硬康 特别是在地产和股票中 那所以说我们平常经常听到地产和金融要相结合 相结合怎么个相结合法 比如说我们知道呢 在半年之前我曾经反复说过 我个人并不看好墨尔本的这个公寓的楼花 也就是说七房 然后呢 我们的节目做完之后 隔了一两天就有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 就说呢 哎 麦克 你知不知道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卖空这个楼花呢 听到这个呢 我也是不然是哑然失笑 这位听众朋友呢 我不得不说他的金融思维是非常的敏锐 要是有 我本人也非常想尝试 但是很可惜的是 到目前为止楼花它还没有一个期货产品可以跟我们卖空 所以说呢 现在呢 如果是房地产在目前情况比较压抑或者说有可能下跌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手里有仓位 那你就很难处理 要不就平仓 要不就等待 熬着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说要借助金融 借助的是什么 借助的呢 就是金融某一些地方 可以在熊市或者当市场下跌的时候 依然可以盈利 这么一种机制 比如说我们说的现在铁矿是暴跌 铁矿是暴跌 那么如果我们买了矿业股自然也会下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金融行业里面就有一个叫做指数 或者叫做期货的产品 通过卖空这些产品呢 可以做到一个套期保值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股票上面会有损失 但是呢通过卖空指数 或者是卖空这个期货 可以获得利盈利 那么这样呢 刚好可以对抗或者抵消掉股票上的损失 那么这种方法通常也是被很多的投资者所使用 你说地产的话呢 我本人除了觉得呢 可以卖空一些这个地产的股票 或者是地产指数之外 还其他的我还真的想不到 有能够保护的方式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很多时候的话呢 我们想东西呢 在市场好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一切都好 但是呢 我们要居安思危 就是当大家都在都在赚钱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要想啊 为什么凭什么能够所有人都能赚钱 这是不正常的 也是不理性的 势必之后呢 会有一波大的回调 因为在真正的金融市场里面 大部分人赚钱 这样的事情是很少发生的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要说的一个产品 今天说的呢 是欧元对美元 我们知道啊 在本周日 法国就会进行第二轮的总统大选 届时呢 候选人将会正式胜出之后 成为下一届的法国总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支持欧元的候选人 很有可能会当选 但是我们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那么昨天晚上的话 我们看到欧元 在历经了两周的震荡之后 已经冲破了一个上面的阻力线 目前呢 正是向上势头非常强劲 如果啊 我们说如果下周一的时候呢 最终是马克龙 就是支持欧元的候选人当选 相信呢 欧元对美元还会有长期 向上的走势 所以说各位呢 可以在这个价格大约是呢 1.0955以上的价格呢 考虑看涨欧元 当然了 我本人是不不喜欢 也是不支持猜测 这个去猜 所以说呢 我们完全可以等待 下周结果出来之后 再去考虑 那么今天晚上最后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事件啊 是在晚上澳洲时间的1010点30分会发布呢 重大数据啊 是加拿大的失业率 以及呢 最大的一个数据就是美国的大飞农 是就业数据 以及他的失业率啊 3点30分 美联储主席将会发表讲话 但是时间非常晚 所以说今天晚上 这个美国的大飞农将会对整一个金融市场呢 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10点30分 中国时间是8点30分 大家必须要关注一下 那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是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再见